9月10号,第12届上海世界华人龙舟邀请赛在上海青浦区诸家矫正开幕 来自全球五大洲18个国家和地区的36支龙舟队近700名龙舟运动员,一周会友 比赛设22人龙舟混合组500米直到竞速项目 12人龙舟混合组500米直到竞速和3000米绕标赛等项目 作为中国龙舟之乡的上海青浦 拥有着得天独厚的水文化和底蕴英识的古文化 赛龙舟在青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从2009年开始,青浦就举办了上海世界华人龙舟邀请赛 在海内外影响广泛,吸引了众多龙舟爱好者慕眠而来 中国香港立峰会龙舟队总教练叶兴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虽然在比赛中没有拿到好的名次 但是也能够带领队员来上海感受上海的发展 感受龙舟文化的魅力已经很开心了 这个比赛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们很多从没到过上海 也希望能够看看上海的发展 所以我觉得青浦他们来得很高兴 虽然说那个比赛他们拿不到名次 可是他们享受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里面他们经过那个手机 发给他们的朋友,龙舟的朋友 他们也都觉得,哎呀,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们一定过来 我希望今年那个比赛办得非常好 还有成功 经过9月9号的预赛和复赛 9月10号迎来各组别的决赛 经过数轮激烈角逐 最终,宿州市共进电气骑胜龙舟队 阿根廷龙舟代表队 菲律宾空军龙舟队 分获22人龙舟混合组500米直到竞速 12人龙舟混合组A组500米直到竞速 和3000米绕标赛 12人龙舟混合组B组500米直到竞速和3000米绕标赛第一名 这次龙舟赛呢,我要是想通过我们这个龙舟文化 向世界来展示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和和与共 龙行天下 也是作为我们一个主旨来进行推广 第二个呢,我们还是想通过这些龙舟文化赛龙舟呢 把这个龙舟的这个传统的民族的体育项目呢 进一步向世界推广 让更多的人来关注龙舟 关注体育,关注中国 就是要通过我们这个龙舟赛呢 搭建一个桥梁 使我们华人华侨与我们一起呢 这个进行文化交流 情感交流 团结一心吧